创世记,我们今天读第40章 上次我们读到约瑟 约瑟后来因为拒绝祂祖母 不是grandmother,是她的女主人 女主人的诱惑 结果后来就被那女主人陷害 就被下到尖里面去 下到尖里面去 那时候,我相信她可能是在 她17岁的时候被卖,30岁的时候处监牢 这13年当中 我相信她是大部分的事情,是在监牢里面 因为从上次那个妇人说 你们看,她带着一个希伯来人 进入我们的家里面,要来戏弄我们 从这些话看起来,感觉上 那时候约瑟进入这个家,并不是太久的时间 后来就被下到尖里面去了 所以对约瑟来说,他在监牢里面 应该待了蛮长的时间 40章开始,他怎么说呢? 这次以后,埃及王的久证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 法老就恼怒久证和善长这二层 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 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 埃及王,他有一个久证跟善长 久证跟善长是干什么? 久证就是帮埃及王倒酒的 还有,他要先试一下那个酒,要先喝喝看 以防有人要下毒害埃及王 同时,他要陪埃及王喝酒 所以,跟他要了解他,讲话 所以,这个等于是埃及王跟他是很信任的一个人 跟埃及王非常close的一个人 还能够陪他喝酒的,这个不简单 善长是帮他做食物的,他的主厨 他们怎么样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呢? 说严重,有可能是他们同谋要被判,要暗杀埃及王 这个是很重的罪 说轻一点的话,有可能只是在什么地方 做得不够体贴 埃及王不高兴,就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 这个事情可大可小 总而言之,他们就被关起来了 关起来,然后就下在这个护卫长的监里面 护卫长就专门管埃及王的监牢 就是约瑟被求的地方 护卫长就把他们交给约瑟 约瑟并伺候他们 他们有些日子,就在监牢里面 这个是,中间这个是酒镇 左边这个胖子是善长 中间这个就是护卫长,就是波提伐 右边这个是约瑟 他说,怎么会,波提伐跟约瑟还是搞在一起 因为看这个样子 波提伐对约瑟还是有一定的信任 所以,他就把他们这些人交给约瑟来伺候 这时候,他们这两个人,善长跟久镇 就被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一段时间 所以,可能不是很短,有一段日子 有人认为想说,可能一个月 甚至于长达一年,都有可能 接下来,被求在监里的埃及王的酒镇 跟善长二人,同夜各做一梦 各梦都有讲解 他们不约而同,在监牢里面蛮多天的 但是,突然同一个晚上 两个人突然同样都做梦 而且知道说,这梦很特别 都有它的意思在 只不过,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到了早晨,约瑟进到他们那里 见他们有仇闷的样子 那时候,约瑟大概多大? 年纪那时候已经28岁了 所以,他在监牢里面,可能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那时候他是7岁被卖 然后在波提巴拉家里面做了 比方说,顶多做三年吧 做三年到20岁的时候,被关起来 他现在已经被关了8年了 不简单 这8年当中 他里面可以有很大的不满,很大的埋怨 但是,他到他们这边来 服侍这两个人,他还是充满了体恤 就发现,他们两个人今天闷闷不乐 他便问法老的二臣,就是与他同求的 在他主人府里的问,说 他们今日为什么面带仇容呢? 他们就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 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请你们将梦告诉我 约瑟的一生跟梦很有关系 他自己做梦,他也帮人解梦 但他知道说,这个梦不是自己可以解的 这是出于神 他里面有神的灵,与他同在 所以他说,你们把梦告诉我 大家听听看 那这个九正,九正就比较敞开 九正就先说了 他便把他的梦告诉约瑟说 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 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 开的话,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 法老的杯在我手中 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 这就是他所做的梦 非常鲜明,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约瑟就说 他所做的梦是这样子 三根枝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奸 叫你官复原职 你仍要地背在法老的手中 和先前做他的酒正一样 这个地方,你会不会想说 他挤葡萄汁 挤葡萄汁,然后地在法老手中 所以,讲到他有一天会官复原职 这个我们很可以理解 你说,要我来解,我可能会这样解 但是,为什么说三根枝子是三天呢? 不是说三个礼拜,三个月,或三年 为什么说是三天呢? 这是根据什么? 这没有根据什么,这就是神的启示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不出 为什么是三天? 这三天,纯粹是出于神的灵的启示 我觉得他解这个梦 跟新约的属灵恩赐里面,有一个恩赐有点像 是什么恩赐? 新约里面有九大属灵恩赐 我觉得解梦跟翻方言有点像 做梦的人,好像是在说方言的人 他说了方言,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意思 做了梦的人,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意思 但是,当他在讲那个梦的时候 解释的灵,就在另外一个人里面发动 所以,听到他在说方言的时候 神的灵就在里面告诉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一听,他马上明白,就可以把它翻出来 那一样,约瑟为什么可以说 这就是三天? 不是他自己在那边判断 不是用脑袋,乃是什么? 神的灵在他里面说,这就是三天 所以,他就这样解了 解的时候就说,你就是三天之后 你就会官赴原职 然后,他说 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私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收我 就我出这监牢 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 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 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 所以,他希望这个九镇 到时候能够纪念他,救他脱离这个监牢 接下来看这个谁?善长 善长见这个梦结了 好,就对约瑟说 在我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 集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轰烤的各样食物 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 善长,善长我不晓了 他是不是比较 没有像酒镇那么谦卑 酒镇,像他说,把梦告诉我 那他就马上讲了 善长还犹豫了一下,没有马上讲 后来看到九镇的那个梦,被约瑟解得很好 所以他这个才说,我梦见什么 头上有顶额三筐的白饼 然后上面,有为法老烤了各样食物 但是,飞鸟来把他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给吃了 约瑟也实话实说 他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 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 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 一样,你说为什么是三天,不是三个月,还是三年 一样,就是神的灵感动他 三个筐子就是三天 所以神的灵在里面,就是启示他了 但是这个话,一听,约瑟还是直言不讳 还是实话实说了 过了三天,果然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设摆言习 把九镇和善长提出奸来,使九镇官复原职 他仍旧地卑在法老手中,但把善长挂起来 正如约瑟向他们所写的话 所以,果然照他所说的 三天之后,这一切都成就了 一个被释放,一个是被杀,被斩头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预表 预表什么呢? 九镇跟善长 他预表,跟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的两个囚犯 其中一个得救,另外一个灭亡 约瑟是预表什么? 约预表基督 所以,他们三个都是被关起来了 但是,后来一个是得救的,一个是灭亡了 为什么法老把九镇给释放,让他官复原职 把善长给杀了呢? 你猜是什么原因? 一个可能就是说 后来发现,原来真正做坏事的是善长 九镇是无辜的 所以后来九镇就被释放了 这是一个可能,对不对? 但是我也在想 从这个预表上来看 有可能怎么样? 有可能九镇跟善长,这两个人本来都有罪 不是说善长的罪比九镇更深 他可能两个都有罪 但是,后来就是一个蒙怜悯,一个就是灭亡 就跟当初那两个囚犯一样 那两个囚犯,并不是说其中有一个是无辜的 因为他自己跟另外那个囚犯说 我们两个都是该死的 这人没有犯过什么罪 所以后来他就跟耶稣 求耶稣在他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他 所以,我在想说 有可能这两个人都是有罪 但是,实际上,圆敏临到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就灭亡了 但是后来,九镇却不纪念 约瑟,竟忘了他 这是九镇 接着,过了两年,法老就做梦 梦见自己站在河边 有七十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美好又肥壮,在颅笛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十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丑陋又干瘦 与那七十母牛一同站在河边 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十母牛吃尽了 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十母牛,法老就醒了 如果你做了这个梦 你会觉得这是好梦还是坏梦? 这个梦好像看起来有点可怕 那个丑陋又干瘦的这个母牛 吃尽了那美好又肥壮的七十母牛 这个梦怎么想,都不会觉得说这是好梦 接着,他又睡着了 第二回做梦 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肥大又加美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 东风,他们当时从东边吹来 就是从沙漠吹来的风,是很热的 这个细弱的穗子 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 法老醒了,不料是个梦 这两个梦,看起来感觉都不好 感觉上是有凶兆 到了早晨,果然法老就心里不安 就拆人召了埃及所有的素士和博士来 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 却没有人能给法老远解 碰到这种感觉上很不吉祥的梦 大家都不敢随便乱说话 也不知道说这该怎么解 这时候,九正就对法老说 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 从前,法老恼怒成仆 把我和善长向了护卫长府内的监理 我们二人同业,各做一梦 各梦都有讲解 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西伯来的少年人 是护卫长的仆人 我们告诉他,他就把我们的梦圆解 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 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圆解的成就了 我官复原职,善长被挂了起来 他想到说,已经过了两年了 碰到现在有个梦,没有人可以解 他突然想起在监督里面的少年人 他说,那时候他很会解梦 法老遂及,差人去召约瑟 他们便急忙带他出间 他就剃头刮领换衣服 进到法老面前 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 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 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 这个九镇 九镇把约瑟忘掉了 这一旺就是两年 然后,这两年 对约瑟来说,当然就是苦难 本来以为说可以出去了 就现在居然又要,不知道待到什么时候 如果当初约瑟没有被忘记 结果这个九镇把他救出去之后 金人约瑟在什么地方? 金人约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他可能回到迦南地去了 想家,他可能回去了 但是神没有让他到处乱跑 神把他放在一个保险箱里面 还是放在原来的监牢里面 所以,当这个时候法老做梦 这时候,需要去找人来解梦的时候 九镇一想起来,说 哎呀!对了,我想起来 有一个少年他会解梦 那个少年人在什么地方? 那个少年人现在还是被神放在他的保险箱里面 就是在这个监牢里面 所以你看,这当中有神的美意 神让约瑟没有被释放出来 以至于,这个时候一到 他们就去到牢里面,就可以把他找到 然后把他带到法老的面前 以至于他能够为法老来解梦 所以,约瑟虽然碰到好像这个委屈 人家帮你给忘了 但是神没有忘记 这都出于神的美意 我认识一个传道人 那时候,他被在中国 后来因为他信主的关系 被下放到青海,在那里几十年 但是在外面看起来是一个苦难 但后来他感谢神 后来是他的师母 说神把他的先生,好像放在一个保险箱里面 在那个地方,他蒙保守 因为他如果当时没有被下放到青海的话 而留在北京的话 可能在后来文化大革命,他的下场会更惨 所以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约瑟也是这样子 所以,巴老就对约瑟说 我梦见我站在河边 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 又肥壮又美好 在颅笛中吃草 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 又软弱又丑陋又干瘦 在埃及遍地,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 这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呢? 吃尽了那先前的七只母牛,吃了以后,却看不出是吃了 那丑陋的样子,仍旧和先前一样,我就醒了 我又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又饱满又加冕 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枯搞细弱,被东风吹焦了 这些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加冕的穗子 我将这梦告诉我的术士,却没有人能给我解说 这个是法老做的梦 约瑟就对法老说,法老的梦乃是一个 这个是神奇的 神已经要把,神已将所要做的事,只是法老了 神让他一个人做梦,做两次一样的 这个意思就是他强调说,这事情一定会成就 七只好母牛是七年,七个好穗子也是七年 这梦乃是一个 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是七年 那七个虚空被东风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 都是七个荒年 这次就是我对法老所说 神已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法老了 因为透过这两组,一样的意识的梦 强调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就的 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 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 甚至埃及地都忘了先前的丰收 全地必被饥荒所灭 因那以后的七荒盛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 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 并且必述述述成就 所以,对这样的一个 好像看起来不祥的一个梦,要怎么办呢? 感谢主,有对策 他说什么呢? 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 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 这官员是多数的 所以,除了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来治理埃及地之外 底下还有很多官员 当这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 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恋起来 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 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 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所以,约瑟在这边,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对策 这个对策,要管理,然后要聚恋 然后聚恋之后,还要把这些东西,归在法老的手下 要给他好好的收存 然后,归着将来的七个荒年 法老和他一切的臣服都以这事为妙 法老对臣服说 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法老对约瑟说 神既将这事指示你 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充盈有智慧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名都必听从你的话 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 接着,法老又对约瑟说 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就摘了一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 给他穿上戏马衣,把金链带在他的景象上 这都是把权柄,把尊贵,把荣耀赐给他 同时,又叫约瑟坐他的负车 负车就是说,法老坐在前面的一辆 他坐在后面的一辆 贺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 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 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 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 原文是动手动脚 然后,法老就示名给约瑟,叫萨发纳特巴内亚 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纳给他为妻 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 什么叫做? 萨发纳特巴内亚 这个意思就是,奥秘的启示者 这个字很多意思 奥秘的启示者,世界的救主 世界的救恩,生命的良,等等 你会觉得说,这个名字跟谁很像? 跟基督很像,对不对? 基督是世界的救主,世界的救恩,生命的良 他也是奥秘的启示者 所以,这是预表基督 他又把巴老把安城祭司的女儿,赐给他为妻 安城的祭司,在当时埃及,地位非常崇高的 把他的女儿,赐给约瑟为妻 所以,这是预表什么呢? 这个祭司的女儿,就预表外邦的教会 一个是预表基督,一个是预表外邦教会 这个是约瑟,现在神让他被告据 看到这一幕,我都想到说 约瑟当初被他的女主人诱惑 如果那时候,他就是接受诱惑 接受这个试探 跟他这个女主人上床 你看他,他会有这一天吗? 完全不会有 但是因为他在试探上面得胜 结果,神现在是给他更好的 是一个祭司的女儿,做他的妻子 而不是在那边偷吃别人的妻子 所以,他前面真的是在那时候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 虽然那时候,他在做了一个对的选择之后 被下来尖里面 但是,你看到后来神给他何等的赏赐 所以,他取了他为妻之后 他就开始出去巡行埃及地 他不是做官,就待在家里面,发好事里 他就出去查看整个埃及地的状况 所以,约瑟非常有智慧 知道说怎么样,来了解当时他埃及地的景况如何 他怎么样呢? 约瑟见埃及王法老的时候,是年三十岁 他从法老面前出去,骗刑埃及全地 为什么要骗刑埃及全地? 他要看在什么地方,要建仓库 积获的,积攒粮食的这些地方 要开始设计,在这七年当中 在七个丰年之内,他地的出产极其丰盛 原文是一把一把的 约瑟聚恋埃及第七个丰年,一切的粮食 把粮食积存在各城里 各城周围田地的粮食,都积存在本城里 约瑟积蓄五穀甚多,如同海边的沙无法计算 因为穀不可身属 所以那时候,他就把这些粮食全部都积蓄起来 同时也要做一些预防措施 免得到时候,这些食物腐烂 或者被人家偷走了,都需要很好的管理 然后,荒年未到以前 安诚的祭司,波提贝拉的女儿亚西娜 给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 马拿西就是忘记的意思 因为他说 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负的全家 他给赤子起名叫以法莲 以法莲就是加倍丰盛的意思 因为他说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所以,神给他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祂起的名字 一个叫做忘记,一个是加倍的丰盛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恩典 他先把过去的那些困苦,都忘记了 然后接下来,让他又加倍的丰盛 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人祷告 求神赐给他什么? 马拿西的福,跟以法莲的福 意思是什么? 求神让他忘记过去的这些伤痛 然后让他能够加倍的丰盛 所以,这个是马拿西跟以法莲 你怎么样能够忘记呢? 你必须要真正的饶恕 有人说,我可以饶恕,但是不能忘记 但是神让约瑟的证据都忘记了 忘记人家对他的不公不义 人家对他的伤害 今天他都忘记了 所以,既然忘记,他更能够赦免 所以,约瑟后来能够被神高举 就是因为他里面,没有在那边一直计算的人家 对他亏欠他的地方 这个是他很得胜的一个地方 接着,埃及地的七个疯年一完 七个荒年就来了 正如约瑟所说的,各地都有饥荒,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 即使埃及全地有了饥荒,众名向法老哀求粮食 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往约瑟那里去 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 所以那时候,饥荒骗满天下 约瑟开了各处的仓 就是什么?跳粮 跳粮给埃及人 跳就是卖的意思,卖粮给埃及人 在埃及地饥荒盛大 各地人都往埃及去,到约瑟那里去 这个敌,敌粮,因为天下的饥荒盛大 敌粮是什么?敌粮是买的意思,买粮食 所以这个跳,是一个粗,再一个米 敌粮是一个入,再一个米 所以一个是卖粮食,一个是买粮食 然后接下来 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 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 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敌些来 是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 那时候,连迦南地也有饥荒 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向埃及敌粮去了 但约瑟的兄弟变阿米 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 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 所以上面这个图,雅各旁边就是变阿米 变阿米那时候也不是很小的 那时候,变阿米比约瑟大概小15岁左右 所以这个时候,差不多有23岁了 算是一个年轻人 但是,你看到雅各偏心的现象,还是很严重 他怕变阿米有一个闪失,所以不让他去 另外这十个人,没有关系,这个无所谓 所以,让他们那十个哥哥去敌粮 来敌粮的人当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 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 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 跳梁给那地众鸣的就是他 约瑟的哥哥们来了,掩浮于地,向他下拜 约瑟真的是势必共青 来跟他买粮食,他都还一个一个来看 特别是从外国来的 他可能要特别的去管理这个事情 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 却装作僧人,向他们说一些严厉的话 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啊?" 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敌粮 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 因为已经过了13年了,样子都变了 不止13年了,这时候已经过了7个封年了 所以,已经20年了 约瑟就想起他所做的那两个梦 他那时候,当初年轻的时候,梦见 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 这时候真的是看到这个梦应验了 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 他们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是来敌粮的。 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 仆人们并不是奸细。 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 他们说:"仆人本来是兄弟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 顶晓得现在要在我们的父亲那里。 有一个呢?没有了。 那个就是约瑟。 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 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 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 从此可以把你们的正宴出来。 需要打发你们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 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正宴你们的话。 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启示。 你们一定是奸细。 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 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只有一个棒也回去, 把变案名带过来,其他都要关起来。 可是三天之后,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 你们可以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 你们如果是诚实人, 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间里。 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 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 他们就照样而行。 所以,约瑟就是改变主意, 只留一个人就好了。 然后这些兄弟们,他们就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 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 只是你们不肯听。 所以,流他写的罪,向我们追逃。 所以,过去这20年来, 约瑟已经被卖了13年,再加上7年的丰年。 至少已经20年了。 这20年当中,他们这些兄弟们怎么样?良心有愧。 良心在那边煎熬,特别是怎么样? 看到他的父亲、老父亲,因着约瑟不见, 在那边,整个人落落寡欢。 他们心里头,一定有很深的自责。 所以,这时候他碰到这样的事情, 马上就知道说是,神在惩罚他们。 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 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识传话。 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 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 为什么要挑西缅? 是不是因为当初,好像是西缅说要查约瑟? 这个时候,我们猜想,应该可能是这样子。 这个是最有可能的一个原因。 我个人的觉得是,老大是礼便,对不对? 但是,他是不赞成要杀约瑟。 他一直想办法要救约瑟。 到后来,他们把约瑟卖给了米店人的商队, 还得了一些钱。 那,流便,旅便可能不在旁边。 所以,当他回来,发现那个井空了,他就急得不得了。 他不晓得,他们是把他卖给赚了钱。 老大,所以约瑟不会怪他。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老二了。 老二就是西缅。 老大,旅便。 老二,西缅。 老三,立位。 老四,犹大。 这四个,都是利亚一口气,这样子剩下来的。 所以,流便没有责任。 所以,剩下来,该负责任的应该是二哥西缅。 所以,他把他捆绑。 所以,他就代表另外那些兄弟们,把他捆绑起来。 西缅,我也认为他可能是当初他出的点子, 要把约瑟给杀了。 因为西缅跟立位,这两个人都是比较残暴的。 比较残暴,动不动就要杀人。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子。 接下来,约瑟就吩咐人,把粮食装往他们的器具, 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 就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 然后,他们就把粮食坨在驴上,离开那个地方。 约瑟偷偷的叫人把钱放回去, 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 要拿料来喂鱼,才看见自己的银子原在口袋里。 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啊,人在我口袋里。 他们就体性吊胆,战战兢兢的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 他们碰到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们就觉得, 好像神在当中,要伸手出来,要来惩罚他们。 但是现在又发现,这个钱又回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当中,就不是好事情了。 接下来,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 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 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 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 我们本是兄弟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 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 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 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 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 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 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 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 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 他们和父亲看的银包,就都害怕。 他们怕什么,怕被栽赃还是什么。 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是我丧失了我的儿子。 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 你们又要将变亚民带去。 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 雅各一生到这时候,已经快130岁了。 这时候还是被神剥夺。 现在西缅也没有了,现在变亚民眼看也没有了。 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 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 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 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 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 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 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卑卑缠缠的下阴间去。 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同下去。 雅各的偏心还是很明显的。 偏亚民是他的儿子,这些难道就不是吗? 所以他就坚持不让偏亚民跟他们一起去。 下面这个是43章,我们就下次再讲好了。 今天我们就看到说,约瑟从他的苦境当中, 神把他高举起来,这当中都有神的时间,有神的美意。 但约瑟怎么样能够从当中,能够通过这些试验? 我相信他,第一个,他不发怨言,从神的手中接受。 因为他到后来,他自己也说,看得出来是神借着我,要拯救这一家的人。 所以他都知道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 他不把这些恶待他的责任,归在那些人的身上。 他认为说,都是出于神的美意。 因为他里面没有苦毒,以至于他后来可以被高升。 我看着,他和他没有任何人有过来的存在的人。